大家好 我是Stan 前一阵子发表第四歌曲 公开狙击Omega成员Sni的韩国rapper Tank 在公开第四歌曲之后 也是持续的更新影片 狙击Sni 所属公司Omega粉丝们 而在昨天更是上传了要求与Sni 一对一YouTubeLib的影片 而引起了饭圈的争议 首先给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影片的内容 我一直都站在前面发声 那位艺人却以得了恐慌障碍为借口消失了 我就在这里 为什么他们只说要够我 却牙雀无声静悄悄的呢 然后该艺人到底在哪里呢 不要再逃避了 公司的声明文都是谎话 但是我收到了 如果我都反驳的话 我们互相都会很疲累 所以就这么结束吧 的提案 我可以说出那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以及律师的名字 但是真的说出来了 最终是坏的人会是我 所以才没有要说 而我不能公开我们的短信聊天内容的理由是 因为聊天内容里 爆发了一线艺人们的私生活 以及很多炸弹 一位rapper偷拍了超有名歌手 与女rapper那个的事情 Sni交往过的所有男艺人 别的成员们的恋爱等 也就是说 他跟我都知道演艺圈的炸弹 所以才会持续的这样冷战 我们是互相来往住家的亲近关系 而先激进我 向我告白的也是他 对有男朋友了 也是持续的要求见面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 还非常使劲的抱着三分钟 而在他的脖子 留下了外套拉链的痕迹 在他有了男朋友之后 我给他传送短信说 以后不可以再说爱我了 我要屏蔽你 要不然我会很痛苦 但是Sni却持续的要求见面 然后我送他150万的包包 作为生日礼物的事情也是事实 当天我也对他说了 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太痛苦了 然后我们两个都一起哭了 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再见面 他选择了Monstax的Dancer 我之所以会爆料 是因为他在生日几天前 与男朋友的父母亲吃饭 并且对我说了 跟之前的男生们不一样 他给我了安全感 所以想要见了他的父母 我真的很嫉妒 我是孤儿 所以不能给他安全感 但是他不要让我离开 一直抓着我说爱我 凌晨叫我来他家 毫无歧视地接受昂贵的礼物 并道歉 要不然这事件会变得更大 彼此的伤害也会更深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Tank自己公开咀嚼了Sni 然后现在又说 因为一些因人们的私生活 以及很多炸弹 所以不能公开短信聊天内容 太懵度了吧 他这种性格 如果短信里真的有什么的话 应该早就公开了 不是都已经说过 谁跟谁睡过了什么吗 Tank自己说了 都有男朋友了 也是持续的要求见面 不就证明了 就算两个人曾经真的互相有好感 也不是恋人关系吧 要不然Tank一定会爆料 说Sni劈腿的 既然都不是恋人关系 还这样爆料的话 不就是自己拿不到的 也不想给别人而已吗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虽然我是粉丝 但是还是需要Sni亲自回复一下吧 真的有提告吗 怎么能这么堂堂正正的呢 或者是因为有亏心事 所以不敢提告呢 既然两个人不是恋人关系 也知道Sni有男朋友 也给他买了150万的包包 对于Tank的二次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请讲究在一起 就会发生的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